郑爽,首歌因为爱情将自己的事业推向坟墓的女艺人 虽说娱乐圈中有不少恋爱脑的女明星 但像郑爽这般爱得疯狂的却不常见 郑爽刚出道时的起点不算高但也不算低 她搭档张翰出演了一起来看流星雨 备是有网友的《喜欢》 由于两人剧中亲舍的爱情非常的美好 于是大家纷纷开始磕生活中的CP 或许是恰逢两人都是情斗初开的年纪吧 随着这部剧的播出 两人的恋情也逐渐被大家所发现 然而这段初恋却并没有取得善果 反而让郑爽本就不强大的内心变得更加脆弱 在汉之后郑爽找到了第二位男友胡彦斌 虽说和胡彦斌的恋情并不被网友看好 但郑爽却依旧爱得轰轰烈烈 可惜的是这段恋情依旧没有好的结果 随着这段恋情的结束 郑爽的心已经千疮百孔 可能是因为两段圈内的恋情都没有好的结果 因此郑爽的第三段恋情找了一个圈外人张恒 郑爽和张恒相似于综艺 这就是机甲 两人在一起之后 郑爽带着男友参加了综艺 女儿们的恋爱 节目中两人的相处细节 被一点点剖析在大众的视野里 原以为这段恋情至少能够抚平郑爽一部分的穿伤 但谁知这段恋情直接将郑爽的视野送上了断头台 为了支持张恒 郑爽拿出钱支持男友的视野 然而这一切付出并没有换了男友的真心现代 张恒在两人找了代孕生孩子的期间出轨了 而且出轨的事情还被郑爽发现了 于是郑爽果断提出了分手 并将昔日的男友告上了法庭 起初郑爽风头震胜的时候 张恒并未发生 直到郑爽这边逐渐平息后 张恒才一举曝光了郑爽 找代孕生孩子 并企图抛弃这两个孩子的消息 一时间郑爽的所有事业都处于停摆的状态 随着事件的发酵 郑爽的心图越来越不明朗 3月份郑爽和张恒的抚养案官司出审 在美国正式开庭 出审时 双方律师和法官主要是对郑爽进行一系列的质询 4月6号 郑爽和张恒的抚养案中审 在美国进行了第二次审理 庭审中张恒称 截至目前为止 他没有发现郑爽有多爱孩子 也没发现孩子有多喜欢郑爽 从庭审中我们得知 郑爽一共和孩子见了两次面 在第二次见面的过程中 郑爽的儿子哭了整整40多分钟 最终还是孕音师才将孩子哄睡 但孕音师在哄孩子时 郑爽非但不在一旁学习 还直接走开 从这些方面看来 郑爽对孩子并没有多喜欢 张恒所说的这一切是真是假 我们无从得知 但两个孩子从出生到现在 一直以来都是由张恒一家在照顾 这是事实 因此宝宝对张恒的感情 自然也更加深厚 4月11日 有网友称在游望的过程中 偶遇了张恒和妈妈带着两个宝宝 外出玩耍 爆料者称 张恒和母亲对两个孩子 一会抱一会扛 还和两个孩子一同嬉闹 从晒出的照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 张恒穿着非常的潮 抱着儿子走在最前面 儿子的一双小手 紧紧的搂着父亲的手臂 看上去非常的温馨 张恒的妈妈抱着孙女 走在张恒后面 看上去有点吃力 不过网友赛出的照片中 两个孩子都无法看到正脸 从张恒好友的透露中 不难听出 这两个孩子都随了妈妈的美貌 长得非常的漂亮 但细心的网友却发现 张恒招外出时 并未给孩子佩戴口罩 因此网友纷纷吐槽 张恒这心也太大了吧 爬了一段楼梯之后 张恒或许是发现妈妈 抱不动孩子了 于是张恒家女儿也接了过来 一手一个 可谓是爸爸力十足 从网友赛出的另外一张照片中 我们可以发现 两个孩子已经到了学走路的阶段 张恒妈妈牵着孙女的手 在教他走路 而张恒抱着儿子走在前面 或许是哥哥也想和妹妹一样 在地上玩耍 于是将头趴在爸爸肩上 一直看着后面的妹妹 整个画面看上去非常的温馨 张恒和郑爽的抚养案关系 到现在还没有结果 不过有网友透露 美国法官比较倾向 郑爽和张恒能够共同抚养孩子 因此法庭方比较希望 张恒和郑爽能够私下和解 多为孩子着想 从目前的结果来看 不管是千钱的借贷纠纷案 还是现在的抚养权案 一切都在按照郑爽想要的方向着 如果二胜的最终结果 是两人共同抚养孩子 张恒方必定会坚决上述 但大家都觉得他获胜的几率不大 在这场抚养权关系中 张恒和郑爽都是输家 他们都失去了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郑爽在光是开始时 就特意在美国藏住了公寓 希望能够和孩子多多接触 但是似乎郑爽和孩子之间的相处 并不是那么的理想 郑爽和孩子的两次见面中 郑爽都带了很多帮手 以此来帮助他 处理孩子的各种突发状况 张恒在谈到 郑爽和孩子相处时的细节称 儿子对郑爽有很强的戒备心 每次见面都嚎啕大哭 郑爽对此毫无办法 女儿虽说不哭 但每次见到郑爽都会害怕的 一动不动 因此郑爽绝大多数时间 都是和女儿在一起的 和儿子仅仅只待了几分钟 对于张恒说的这一切 郑爽的育儿教练反驳称 郑爽和孩子相处得非常的愉快 虽说孩子起初会哭泣 但是初次见面 女儿就在郑爽怀中睡着了 显然是已经对郑爽产生了信任 郑爽想和孩子有更多的见面机会 不过张恒则认为 孩子不认识妈妈 在她面前情绪会崩溃 最终法官表示 在最终结构出来之前 希望郑爽 每周能和孩子见三次面 和孩子培养一下感情 相信随着孩子和郑爽 见面次数的增加 情况会有所改善 孩子的世界很简单 只要你肯花时间陪伴孩子 那么孩子将会还你一份难得的温馨